周休假期要到了 许多朋友都准备要安排户外活动 在今天白天 感觉倒是一个晴朗 而且稳定的天气 但要注意哦 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我们就来看看周休假期 跟未来一个礼拜 我们的天气状况会是如何了 先来注意到 礼拜六 礼拜天 还有下周一 都是属于晴朗的好天气 日夜温差相对的是比较偏大的 早出晚归 骑车的朋友要注意咯 但天气状况来说呢 在这三区旅游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 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温度 都在10度以下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呢 温度就已经不到5度咯 所以要提醒您 山区寒冷 前往山区旅游活动的朋友 要注意了 而我们的天气 到了星期二的白天 还是好天气 星期二的下午到晚上 云层量开始增多 再来北部地区要转雨了 封面云带在周二的晚上 开始要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了 礼拜三呢 天气状况来说不一样咯 东北季风开始要增强了 温度状况开始要下降了 而且这一股的东北季风 影响时间呢 三四五这三天 北部东部云层多 有短暂雨出现 中部南部天气晴 而且目前看来 在周三周四的时候 北部的高温 大约只有在26度到27度 所以温度的降的幅度来说 大概有7到8度左右 要提醒您 周三周四感觉起来 真的在中部以北 明显转凉 就来看一下一个色调强化的云图 我们来看这个云图 主要来看高纬度了 先注意到18号台风 已经减弱了 之后呢 加速往东北的方向走 在大陆这边呢 可以看到 西伯利亚的冷高压 正在西北地区 逐渐的增强当中 而冷空气的强度来说 可以从华北地区 可以注意到 再来这里就要形成 一道封面云带 而这道封面呢 就预估会逐渐的 开始往南的方向移动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六日天气好 因为最主要冷空气 还在西北地区 还没有下来 那再来就看一下 彩色云图了 彩色的云图当中 我们就可以注意到 北方的系统来说 正在高纬度地区 正在发展当中 而目前来看 在星期六 星期日会过黄河流域 星期天到星期一的时候 就开始要通过长江流域了 星期二的时候呢 就逐渐的进入 到达江南以南的陆地 所以呢 在星期二的晚上 冷空气吹了进来 这股冷高压的强度时间 影响呢 三四五三天的时间 到了下个礼拜六的时候呢 高压冻移 温度在上升 不过国庆连续假期过后 更强的冷空气会再接近 我们来看看温度了 先来注意到 在外岛 在明天的时候呢 周六白天的时候 都中午日夜温差相对的明显 东半部地区早晚云层略多 外岛地区都是属于天气晴朗 小叮铃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早晚凉 骑车的朋友要注意保暖 早出晚归 小心别感冒了 还有清晨黄昏的时候 阳光强 逆光行车的朋友 要注意 请上这个梦梦水 独家配方启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睡前的雨 谢谢大家